还有一种隐身材料 那就是气元素的精力希尔福的灵品 希尔福的灵片也是保护色 龙鳞实在太过坚固 难以冶炼 所以被分为矿物 但希尔福的灵片既薄又有韧性 所以被分为布类 所以使用希尔福的灵片制作装备 不属于铁匠的领域 而是属于裁剪师 格里德听起这么一说 有些理解了 然后开始创造起了隐身斗篷 你想要创造哪一种装备 斗篷 需要使用哪种材料 希尔福的灵片 普通的斗篷没有个型 得加个帽子 但是光只有帽子也不行 因为那样会像老司机穿的司机服 那就设计一款休闲拉链连帽斗篷吧 大功告成 请输入装备的特征 格里德这次非常慎重 因为不能像失败品那样超乎寻常 而且必须要隐身 确定完成吗 创造装备技能的使用次数将减少一次 确定 系统开始完善中 完成自动完善 斗篷出现了 唯一级斗篷 风鼠性抵抗能力加20% 使用条件无 20个希尔弗鳞片 格里德感觉设计得很完美 既有移动速度 还具备风鼠性抵抗能力 现在就插希尔弗鳞片了 然后给他取了个名字 拉链连帽衫 当卡恩知道了格里德要去抓希尔弗时 卡恩大笑了起来 希尔弗是只有精灵师才能看到的 人类根本看不到希尔弗 你要怎么抓呀 听卡恩这么一说 格里德直接就吼起来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要是这样的话 这次又设计了一个 根本找不到材料的装备 但卡恩话其实还没说完 虽然看不到希尔弗 但并不是不能找到他的灵片 你只要能列到北部血缘的双色兽人就可以 那些兽人会用直觉感知到希尔弗 然后抓到他们 把他们的灵片当作宝物珍藏 双色兽人虽然不惧风寒 但他们很怕火 而且他们在力量 体型 智力方面比一般兽人强很多 格里德听明白了 看来是有办法的呢 况且兽人还是低阶中的低阶怪物 只要做好防寒措施 抓到他们应该不成问题 现在需要的就是具备防寒效果的排假制作方法 卡恩告诉他 防寒效果的话 使用大棕熊的皮会很保暖 格里德也是信心满满 上次已经做好了史诗集锤 这次爆装备再差也得是个稀有级吧 结果第二天 大棕熊皮保暖衣 普通级 格里德很气 这些讨厌至极的游戏运营 我用了最高级材料投入了20个小时 结果还是普通级 而且我用的是史诗集铁匠锤啊 格里德虽然很气 但现在也顾不得这么多 先把其他的装备也做了 终于到了要出发开副本的日子了 卡恩大叔也是反复强调双色兽人很强 要多加小心 现在穿在身上的装备感觉如何 大棕熊皮保暖帽 大棕熊皮保暖斗袍 都是普通级 高性能大棕熊皮保暖手套 稀有级 优质大棕熊皮皮靴 史诗级 应不满足使用条件 将接受惩罚 穿戴大棕熊皮套装 防御力加60 冷气抵抗能力加30% 看来这是一整套呢 再加上理想的短剑 用这些装备打兽人 这样的低阶怪物应该没问题 就这样 格里德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踏上了第一次狩猎征程 但此刻的他却不知道 希尔福的鳞片掉落概率不到1% 在北部血缘 格里德终于要开始下副本了 有着大棕熊套装的他 感觉这里非常凉快 一般玩家遇到这种天气 可能几分钟就会被冻伤 但格里德可是有60%的冷气抵抗能力 格里德准备要开始狩猎了 已经可以看到双色兽人的部落了 也不知道他们手上 有没有希尔福的鳞片 在格里德的认知里 低阶怪物都是特别笨的 肯定连剑都不会手 格里德大摇大摆地 走到了部落的面前 一只双色兽人看到了他 那有个套了一身皮衣的人 居然这么明目张胆 是不是疯了 格里德非常自信 根本不把这些兽人放在眼里 这次我可是穿了成套的装备 而且还带了不错的武器 直接对着双色兽人大喊了起来 快点拿出希尔福的鳞片 你们这些蠢兽人 结果下一命 一只剑射了过来 格里德人傻了 区区兽人怎么会射箭的 而且还射得这么久 格里德这才想起卡恩说过的话 他们是比一般兽人强很多的存在 格里德感觉到了不对劲 然后直接撒腿就跑了 格里德使出了快速移动 疯狂闪躲着兽人射过来的剑 这距离可是有足足十米远的呀 而且他们射的剑还能冲破墙谷 这是什么诡弊力啊 没一会儿 格里德感觉到他们射的剑 好像没刚才那么密集了 难道是射完了吗 突然一只高举战斧的兽人 从格里德的头顶出现 光看这体格都已经超过两米了呀 格里德连忙闪躲 格里德使出刀锋 现在正在发出威力 相当于攻击力60%的刀锋 兽人正面吃下了伤害 这一招可是连穿铠甲的NPC士兵都能打败的 格里德觉得这招肯定能干掉他 然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兽人的战斧已经来到了格里德的面前 格里德直接就被打飞了出去 格里德光速后退 这家伙明明没有穿牌甲 这皮到底是该有多厚啊 光一只就如此的强害 格里德意识到了不能就这样对峙下去 必须要使用组合技能 格里德用短剑挡住受人攻击的同时 用脚往他身上一船 接着立马转身 使出了铁匠的愤怒 20秒内攻击力加10% 攻击速度加30% 然后再接上了一击刀锋 看来组合技能有效果 他也开始有破绽了 最后再补上一击 刺穿了他的要害 对方遭受了923点伤害 击击中了对方的要害 致使对方大量出血 这应该是干掉了吧 然而下一秒 这只兽人瞬间发狂了起来 拿起战俘往格里德身上猛的一坛 格里德受到了105点伤害 格里德不敢相信 刚才明明是击中了要害的 这家伙生命力也太强了吧 格里德遭到了兽人连续的进攻 受到1051点伤害 受到了988点伤害 格里德赶忙掏出终极药水 恢复了1500体力 兽人是在用他的最后一口气在战斗 现在比的就是谁先倒下了 格里德不断在受到伤害 也不断地在嗑药恢复 受到了1023点伤害 受到720点伤害 格里德正面又吃下了一击 受到了929点伤害 警告 剩余生命值10%以下 再次使用药水的冷却时间为7秒 兽人已经冲到了格里德的面前 难道格里德这次要完蛋了吗 然而 触发正义使者被动技能 正义使者勇猛无敌 善于应对危机 正义使者在解决掉眼前的所有敌人之前 不会轻易倒下 格里德想起了这是救胡洛伊得到的称号 接着格里德再次拿起了短剑 正义使者居然还有这种属性 看来再也不能向他抱怨了 所有能力值提升30% 其他的兽人们看到了自己的大哥已经打破他了 打算全部一起上 结果下一门 大哥的尸体就直接飞了过来 这只兽人已经被格里德成功地干掉了 获得经验值26万6千 升级 以恢复全部体力 这些兽人们不敢相信 这家伙怎么会一点伤都没有呢 然后全部一起冲了上去 格里德有了正义使者的加持之下 斗气阵望呢 一起上吧 你们就是我的经验值 开启无法屈服的正义 无法屈服的正义 物理攻击力达到300% 造成大面积伤害 三天后 胡洛伊也来到了这血缘之地 他是问了卡恩才得知格里德来到了这里 胡洛伊也很明白双色兽人怕火 所以准备了50个燃烧瓶 自从胡洛伊转值成为正义使者的火 都可以使用熊变加无法使用的剑和盾牌了 但是他也很明白 光靠这些装备是无法打败那些强悍的兽人的 就在这时 胡洛伊看到了远处有个爆炸 得赶快赶过去 就算主军再强 也很可能深陷险境 主军 我来了 结果胡洛伊来到兽人部落之后 只见遍地都是双色兽人的尸体 胡洛伊认为 双色兽人再怎么说 也是有120级的强悍怪物 主军的状况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 结果看到格里德的时候 格里德居然安然无恙 胡洛伊对其投来了崇拜的目光 没想到主军仅凭一把短剑 就打倒了这么多兽人 格里德决定看看现在自己有多少级了 83级 格里德用三天时间竟然升了38级 然后问胡洛伊 怎么一直在背后跟着自己 还一直傻笑 胡洛伊非常开心 看着主军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他们 当然会开心了 然而格里德无奈地叹了口气 压倒性优势有什么用 我需要实实在在的好处呀 整整打了三天的兽子 但拿到的灵片只有三天 我打了可是有80多只呀